好的 哈喽 大家好 希望大家慢慢的来了 我看一下在那个 YouTube那边 OK 对 大家看到了 非常好 OK 那我们先让我们今天的嘉宾 来自我介绍一下 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黄乙 然后我是一名华裔 我在菲律宾出生长大 我爸是厦门人 不见人 不见人 所以你刚才说的华裔 华裔是什么意思 华裔就是 相当于第二代 或者在中国 你的父母 其中一个是中国人 是中国国籍 然后你自己没有在中国 出生或者长大 对 我觉得我们可以说 他有点像Chinese Descendant 应该是 是这个意思 就是父母其中一方是中国人 然后但是你自己 不是在中国长大的 OK 就好像ABC对吧 和CBC 但是不是A 是FBC FBC 不是PBC PBC对 因为是菲律宾长大的华人 OK 对 不错 不错 那我们今天来看的人 可能只知道你是菲律宾长大的 但你现在到底跟中文是怎么样的关系 是到底是怎么样 我们曾经一起上课 我跟中文什么关系 就两天之前 不是看了你另外一个学生的直播吗 Esther对吧 欣欣 然后她说了一句话 我觉得跟我差不多 就是中文或者中国选择了我 并不是我选择了她 因为我从 因为你从小时候 你不是说中文的 对吧 也不是 我周围的人 比如说亲戚啊 家人 父母 他们都说闽南语 就是不坚人的方言 但是 普通话在菲律宾 没有那么普遍 就是大部分的人 就算会 但是水平不是特别高 所以没有这个环境 对 但是这个文化方面 就是从小就已经有了 就是从小会过什么春节啊 嗯 还有啥 大部分的华人 或者中国人 会过的节目 我们也会过 只不过语言 能力 我 我也不会说明 你就听得懂一点点 就是 我没有很认可 自己是 华裔 或者华人 就觉得有点土吧 有点土 为什么是土呢 在菲律宾 什么是不土 什么是土 我不能代表所有人的见解和看法 我就能说我自己的经历 就是从小 尤其是我们学校 对 很重视英语 就英语水平越高 他们就觉得意味着你的智商就越高 或者更有前途 所以 从小 联菲律宾语 他们也 不是很鼓励我们去说 去练 最好 说英语 越标准 越好 所以从小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很多华人 包括菲律宾人 也不太喜欢说自己的母语 对吧 OK 所以你们是第二个语言 反而是比较重要 对 可能是因为菲律宾 曾经被西班牙 美国和日本 这个叫什么 遗址 遗址过对吧 我们说统治过 统治 被统治过 很长很长时间 所以可能是 潜意识菲律宾人 或者是菲律宾生活的人 就 什么 崇拜西方文化 风格 他们做什么就很流行 然后亚洲人 或者 中国 可能就比较低 比较low 对吧 对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很特别的一个 我觉得是一个 身份认同的问题 文化认同的问题 对 那 所以说你在家 可能说比较多 可能是有点是方言 然后在外面说英语 然后中文又是你 平时不会接触到的 但是为什么 你还是跟中文 有一个关系 是因为你 我听说你父母 把你送到中文的学校 到底是怎么样的情况 严格来说 是华人学校 对吧 但是 可能我们学校 还是比较重视英语 所以虽然我们从 小学 就有中文课 我说中文课 因为有 但是其实 不是 它更像是一种 记忆力的锻炼 的课 课程 但是语言 的培养 好像完全没有 就是大部分 身边的朋友 跟我差不多 年纪的人 就是 没有表达的能力 可能 会一些单词啊 或者 知道自己的名字啊 或者比较简单的 东西 比如说狗啊 动物 或者数字 但是又让他们 跟别人交朋友 相处沟通 我觉得 还是 差了点 所以就是阅读 阅读跟写作 好像比较重视 但是听说什么 都不太会 我觉得更多的 听写 汉字 我们会 我们认识很多汉字 但是造句 比如说写作啊 写作文 或者日记 对 连个人的日记 可能 不会吧 听力 更不用说 听力 或者口语了 OK 所以你这个是一个 即使你上了 可能好几年的 中文学校 华人学校 但是你 对中文的 就是不太能沟通 对吧 对 我从小学 一年级 可能六岁 七岁 就开始接触了 普通话 但是 一个比较特殊的情况 就是我们的学校 用的是繁体中文 所以我 第一次接触到 简体中文 就是在2018年 去北京的时候 对 那个时候 你去北京 做了什么 说起来 有一些朋友来了 哈喽 对 那你那个时候 做了什么 在北京 是去学语言吗 还是去旅行吗 啊 我觉得那个时候 我刚大学毕业 但是我两年 我去北京 两年之前 就已经有这个念头 就开始研究啊 应该去哪个城市啊 哪个学校 或者哪个环境 比较合适 所以我2016年 我就开始问身边的学姐 学长 谁 已经去过啊 然后体验怎么样啊 有什么好处坏处 就是做一个对比嘛 嗯 然后我本来打算 就是学中文 那个时候 我还没有 对中文 那种热情 还没有 被唤醒 就是我单纯的想 出国留学 交朋友 因为我在菲律宾 感觉没有 归属感 我在菲律宾 不是特别的 满足 或者开心 所以我想出去 折腾一点 对吧 去看一下 对 但是我没有 没有说啊 中文 我很感兴趣 可能是 找一个借口 让我父母 支持我 出去旅游啊 我还可以学习中文 但是我到那边的时候 才发现 嗯 有点 愧疚 因为 我发现很多外国人 尤其是那些 完全跟中国 文化 没有关系 他们比我们 或者我 对 为中国 骄傲 感兴趣 充满热情 我可能是从那会儿开始 有点羡慕吧 对 羡慕坚于内疚 因为我觉得 那我 我为什么对自己的文化 毫无 毫无感觉 对 毫无感觉 好像你本来就有一个连结 但是你觉得 啊 这个跟我没有关系 有连结 但是我一直很 在否认 因为我觉得 就是从小教育 可能是教育的关系 感觉 往西方的方向 学习他们 才是有前途 所以变成了自己的潜意识吧 对 但是真的很特别 我觉得很多人都会 反而觉得 啊 我现在我应该去学习英文 但是你现在突然就好像去北京的那一刻 看到别人的时候 你会有点羡慕 然后呢 说啊 可能自己可以 羡慕和佩服 佩服 对 对 因为 可能以前小时 可能有一些事刻 有想过 我为什么不会 对吧 但是 对 从来就停留在那个念头 没有 行动 因为我一直以为 我没有环境 第一 对吧 然后我 可能 就算有环 就算有环境 我也没觉得 中文有那么 价值嘛 但是 还有第三个人 可能是我也 有一部分 有 埋怨过 我们老师啊 或者我 我爸 为什么从小就没有 嗯 把这个文化 或者语言的能力 传承给我们 或者唤醒我们的兴趣 而不是 当成一个 就是为了应付考试 而学中文 你懂吗 我觉得是因为 说的刚才那个 中文华人学校 它降与的方式 可能让你觉得很无聊 然后在家里 你的父母 你的爸爸 也没有刻意的跟你说 中国文化是怎么样 跟你解释 跟你 让你有兴趣 对 没有兴趣 也没有找到乐趣 对吧 那我们都知道 对吧 兴趣和乐趣 都是学习的 最好的老师 就是 兴趣和日情 对吧 对 没有这个 那再这么简单的事情 也坚持不下去 对吧 是的 但是我 我就是很好奇 在你身边 肯定会有很多 华人的家庭 那他们对中文 是不是跟你对中文 是一个态度呢 都是不太感兴趣 最开始的时候 嗯 我觉得到现在 大部分我认识的华人 还是一样的态度 只不过可能近八年 或者近十年 就大 有大量的 大波的 怎么说呢 除了福建人之外的 中国人移民到菲律宾 要么是做生意啊 要么就学习 等等 不管什么理由 就 我发 我们观察到 近八年 或者十年 越来越多 除了福建人 以外的中国人 坏的菲律宾 然后到处都是 中国餐厅啊 超市啊 夜店等等 可能他们才意识到 哦 中文好像 要学起来了 不然就 没有 嗯 定证力 还是傻子 没有优势 啊 对 对 而且特别是 现在是那个经济方面 就是我们能看到中国 也是比较强大 所以大家都 发展的挺快的 对 对 有这个原因去学习 对 让我很惊讶的是 因为我有一个朋友 跟我一样 嗯 大的人 他在厦门 读本科的 他大概在 一三或者一四年 一四年左右 毕业的 但是 他在中国的经历 跟我在中国的经历 完全不同 虽然只隔着三年 对 他那个时候的中国 和我体验过的中国 不一样 比如说 那个时候还没有 微信支付 对 没有 共 什么共享单车 等等 啊 在短短的三年内 就是中国发展的 那么快 是的 那个刚才你说 那个微信支付 是那个 WeChat Pay 对 我们真的是 完全没有 还有支付宝 支付宝 对 所以我觉得是一个 很特别的体验 你在中国的时候 在北京的时候 我们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可能是 在发达国家 或者发达社会 可能这些东西 没什么 对吧 对 很日常 对吧 但是对一个在菲律宾 生活了那么长时间的人 就顶多 就是在电影看到的东西 对 而且 我听说 三年前这些东西 在中国不存在的 所以我 让我真的很 我不知道怎么形容 可能是一步 那个 纯粹在我心里的 华人 中国人 的骄傲 对 突然 被欢醒了 然后我突然想 变成那个 国家的一部分吧 啊 OK 就是成为他们的 一份 找到的 价值吗 或者令人 嗯 骄傲的 的点 OK OK 那你 你总体来说 你在北京的体验 是怎么样 大家可能很好奇 挺好的 去北京 是做了什么 然后有什么 特别开心的经历 啊 是这样 我去北京的时候 中文大概在 HSK2 左右 二级 啊 嗯 大概 我没有考过去 但是我 觉得自己 大概是那个水平 嗯 所以我到北京的时候 完全 嗯 没有语言的能力 但是我很感兴趣 但是另一方面 我也很想 嗯 叫朋友啊 就是 国际 的朋友 因为我在菲律宾 可能没有什么 嗯 社交生活 没有啥 对 就是菲律宾 本地人比较多 你的意思是 或者华人 对 然后也没有什么 缘分 跟他们 也没有说 他们的话 就是我 可能是个人的问题吧 哈哈哈哈 所以 反正我那 嗯 可能是年族 比较年轻 对 所以我追求的东西 可能是体验吧 没有具体 想 没有什么 图什么 而是说 一定要体验 虽然我不确定 这个体验 到底是啥 但是到那边 我 我 满足了我 对中文的学习 因为我 在北京大学 带了两个学期 嗯 嗯 虽然也不是 说不上完美 他们的教学方式 但是肯定比我在菲律宾的 嗯 中文课好很多 好一百倍 而且每天都可以说中文 嗯 对 但是一开始 因为是 如果你到北京 或者中国 嗯 你的中文不是特别好 我一开始 没办法 就是脱口而出 就是只接受中文 没办法 你大部分的时候 就要听 吸手 吸手 模仿 然后消化 大概在第六个月 半年 对 半年左右 你才是可以尝试 表达 啊 OK 这样 OK 所以我 我觉得 我如果可以重新来的话 嗯 我觉得HSK4或者3的人 去中国 嗯 比较合适 不要太低 因为一开始 你没办法 你只能说英语吗 啊 不能 不能太早去 你的意思是 对 你没办法就是 嗯 把那个 因为 最理想的状态 就是你到那边 可以直接 练土语 对 对 所以最好要把中文念到 大概HSK3 或者4 再去 对 嗯 啊 所以说 你看到那些 去中国读大学的 外国学生 他们一般都是要求 要HSK4 对哦 说到这一点 我又想起了 昨天 不是昨天 两天之前 是Ester 星星 她说了什么 爱丁堡大学 哇 是的 在北战那么多 嗯 从那个学校来的 教换生 嗯 然后他们 让我也很吃惊 因为他们 嗯 从18或者19岁 刚刚上本科的时候 完全没有中文的能力 对 从零开始 然后短短的两年左右 在英国学中文 反而他们的中文比我好 很多 你要记住 我是从小就接触了中文 对吧 所以这个 你觉得跟时间没有关系 是跟其他的东西有关系 很多不同的 就是跟很多不同背景的人 相处之后 我就来到了一个结论 嗯 我以前可能是 觉得啊 没办法 我不能怪我爸 不能怪那些老师啊 这些菲利宾老师 因为我们没有环境啊 不能怪他们 但其实 这么想 为什么 18 19岁的人 或者甚至 20多岁的人 在英国学习 短短两年左右 就能学 一口 流利的中文 那我们为什么 从幼儿园 或者小学开始 没有任何效果 那我觉得可能是老师的原因吧 那些老师在爱丁堡 可能就很早就让学生对中文重视起来 让他们看到中国或者这个文化的价值或者乐趣存在 对 所以 要特别喜欢 对 所以他们会有 什么叫什么 自律嘛 如果一个人就 本来都自己喜欢 那不用谁 或是谁 学习复习的吧 对 对 我觉得在这里的同学 可能他们 有一些当然是非常努力 就是我们常常看到的 在理查老师里边 阿能 然后看到 Sylvia 她Sylvia好像也是华人 好像也是华人 对 然后Ben老师也来了 对 所以我就说 Ben老师 其实就是很喜欢你才会有动力继续学习 所以经过这个北京这个经历以后 你是怎么找到你的兴趣 因为你知道你羡慕 但是你还是需要有一个动力 对吧 可能是两个方面吧 我不确定真正的原因是什么 但是如果有猜的话 可能是一个是羡慕吧 羡慕他们 就是我看到那些比我更热爱自己维化的外国人 是的 第二可能是 我也不清楚 这个好问题 但是我发现最重要在这个过程 最重要的是好老师或者师傅 你要找到一个师傅 因为如果没有这个师傅 就没有人会引导你看到某个东西的 就是看到他的他的那个好处 看到他的价值 这样的 这就好像星星说的 对吧 他发现这个项目也是一种意外 对 但是可能是自己的老师或者那个大学的环境都不知道自己是啥 反正那个环境让他对中文有充满的日清 而之后毕业之后他还坚持了对吧 七八年还是八九年的 他整体就是七八年 对 可能是他遇到一个师傅 类似于师傅或者老师对吧 还有就是 还有就是那个 他那些朋友 他身边的那些可能是中国说中文的朋友 也很重要 我觉得没有 除了中国同事之外 就没有 没有 我会说菲律宾 当然外国朋友 哇塞 他有几个朋友比我还 还 他们很粉中国 你懂这个 是很政治的 对 很热爱中国 我如果可以列一个单子 我可以一个一个的说 比如说Jerome 有一个叫Jerome 我记得 他是美国人 对 哇塞 他的中文 他还有那个什么北京口音吧 因为我知道他的经验比较特殊 因为他高中就做了一个交换 而他的交换不是 对 不是单纯的去上学 然后回家 他跟一个什么中国家庭 一起住 所以他上学有这个华语环境 然后回家 也有一个家庭 对 然后有一个前提就是 那个家庭有一个女儿 对吧 那那个女儿又去美国 跟他 美国家庭一起住 你懂吗 就是双方的 交换 很有意思 真的 我觉得这样是最好的环境 就是比较有趣 因为有一个当地的家庭 帮助你去融入 这个 对 真的 我以前也想去美国 也想做差不多的事情 哇 所以他你这个朋友 他就是有这个环境 然后也 也说得非常好 很有北京的口音 然后 我没有采访过他 具体 你说一步一步 怎么走到 超过HSK6的水平 但是我 要是看到他 可能有几个点子吧 不一定是聪明吧 第一可能是天赋 第二可能是性格 我觉得学习任何语言 你需要不要练 可以这样说吗 有一点负面 不要 不要脸 对 不要脸 就是不要怕 就是凋脸 出错 对 对 可能 最好不要有任何架子 不管你 你曾经是什么 第一名啊 或者学霸 嗯 要学习 你要回去 就是婴儿 你婴儿的时候 对 所以简单的 嗯 有些人可能接受不了 这些感觉吧 对 确实是有点难 就是好像 你想开口说 但是你不能开口表达自己 他们就觉得很羞愧 觉得啊 怎么会这样 羞愧 对 对 那我看到有一个你的朋友在 谁 好 是你的朋友 然后 我的另外一个学生 他是印尼的华人 他也跟你 他比你大一点 然后他也是在学习中文 所以我觉得你们很像 就是都是华人家庭 但是他家里面说的是 呃 有点广东话 然后有点 广东话 对 所以他不太会中文 但是现在很好了 就是 也在学习 对 哇 有人说你说的很好欸 有人 这可能是 那些都是我妈的同事 都是菲律宾人 对吧 华人吧 对 啊 都是华人 OK 所以他们都来听你说说中文 我没有 我就 哦 下播再说 对对对 没事没事 所以我们说了你在北京 然后你 确实你在北京 有没有学到北京的口音 呃 耳化嘛 呃 因为 也由于我那个 那会儿的水平 基础不是很扎实吧 所以我只能 学最基础的东西啊 最实用的 对 但是后来就是 可能 两年之前 我觉得 我可以比较独立的去提升 提高自己的水平 我才开始学一些 比如说东北方言呢 或者 北京口音这样 但是一看 我在那一会儿 嗯 我我脸南方人和北方人的口音都分 分不清 啊 因为那个时候比较初级 对 听不到也很正常 对 所以我来说都一样 那我 我觉得之后我遇到你的时候 其实你已经 我遇到你的时候是疫情刚开始的时候 然后 2020年是吧 对 然后你说你想学中文 但是你觉得你可能阅读方面 可能没有那么好 有阅读障碍 对 你觉得自己有 然后你 那个时候为什么你 你说 我突然我觉得自己的阅读不好 是有什么原因 就是你突然发现 可能你在复习的时候 可能有 这个部分有问题 那个部分有问题 是这样吗 嗯 阅读 这本来是我的肉像吧 这不是什么新的 不是新闻啊 因为我英语的阅读速度 理解 嗯 差了点 不是看不懂 就是速度慢一点 对 慢慢来 然后你怎么去克服它 就是 就逼自己 逼自己 啊 我知道了 这个好问题 就是刚才说到了 兴趣对吧 既然我知道这是我的弱像 那我 得找个办法克服 对吧 那我就会 那我就会 以追星的名义 练习阅读 所以我会看一些八卦 一开始是这样 因为我只看得懂八卦 就是 是的 我喜欢的明星的新闻 或者微博 对 比较短 这样比较短的东西 就没有什么压力 对吧 越短越好 对一开始这样 而且必须是我在意的人 明星啊之类 嗯嗯 明星或是一些特别的 阅读 阅读这样一个方式 是的 是的 我觉得其实 嗯 在你的身上 可能因为 你有一个华人这个身份 在这里 呃 刚才Ben老师也提醒了 他说阅读水平 跟不上口语水平 可能会焦虑 啊 是不是这样的感觉 我不 确定 因为我的情况比较特殊 你说的对很多 在北大认识的 昏学啊 或者华人 确实口语挺好的 但是他们是 半文盲吧 算是 因为他们看不懂汉字 啊 而我 可能各个方面都差不多 都很差 啊 就是很平均 他们 比如说口语特流利 贼流利他们 但是看不懂汉字 就有一个很有趣的故事 我 那一会儿跟 两个朋友去上海旅游 嗯 然后一个人负责 口语 都是跟 本地人 说话 如果我们 你录了 或者傻的 他会负责 说话 但是如果要读 或者啥 看汉字 那就会找我了 嗯嗯 不觉得他 因为他 比如说一个 或者一二三四五六 他都不知道 长什么样 就是从来没学过 从来都没学过 他会说 因为他父母是 中文的普通话 但是他没有上过什么 中文课啊 在澳大利亚 没有 美国也没有 啊 或者德国 对 所以你的情况 跟他不一样 对 很有趣 就是我们订酒店 我就会 嗯 办理那个手续啊 入住手续 因为是汉字 对吧 但是如果要说东西啊 就找他去 他是那个 他用他的口 你用你的眼 对 哇 所以这个 这个我觉得 在你的方面 就是你说阅读 先从 可能你一开始不行 但是后来 你就慢慢读 你感兴趣的部分 比如说有 有些人可能喜欢 我不知道科学的 他们去读科学的东西 你喜欢明星 喜欢那些娱乐的 entertainment的那种 你就去看 你喜欢的 嗯 其实我 我 我希望我能够 达到一个 不管我想看什么 都能看的水平 但是一开始 因为我 你要 这个什么 你要了解自己吧 比如说 嗯 要走到那一步 要先走一个 要往那个方向 迈一步 一个小步 小步 虽然我现在的目的 比如说我想 很轻松的看多 嗯 新闻呢 比如说BBC啊 中文 啥的 但是我要是 每天去看那种东西 我可能会疲惫 对 然后也不合适 培养语感 因为我不觉得 我不觉得你会不会同意 但是我觉得语感 要重复看舒服的水平 水平的内容 对 要看你自己对应的水平 不能看太难的 呃 对 对 然后偶尔 为了挑战自己啊 或者扩大 或者扩大 测试量 你可以看一些难的 难度比较高的文章 这样 慢慢调整自己对自己的一个 就是啊 这个程度看这个 那你现在 因为我知道很长时间 你比我还懂 就是你看了很多电视剧 看了很多综艺节目 啊 我觉得你跟新 就是我之前访问的 有点相似 就是你们非常热爱 看中国的一些节目 那你觉得这个对你的帮助 到底是怎么样呢 就是你你怎么选 呃 你看的那些节目 其实很难 就是 嗯 我因为这个有一点选择 障碍 什么选择障碍吗 对吧 啊 对对对 因为有 选择困难症 困难症 对 因为我觉得我想看的东西 太多了 然后时间有限 那怎么 怎么决定啊 所以我 我找到了一个 可能平衡吧 对 嗯 每个月必须看一点 经典的 比如说百分之三十 一定要是经典 经典就是老剧啊 比如说三十 二十多年前 播的东西 因为这也是 我我认为这也是文化的 重要一部分 对吧 是的 然后可能剩下的百分之七十 才看比较现代啊 现代 可能没有什么营养的 节目 没有营养 但是里面的语言表达 也很重要 因为你要说 一道的 中文 只要学一些 没有营养的 表达方式 没有营养的表达方式 老百姓吧 老百姓 怎么说呢 我忘了怎么表达 反正就是简单直接的 就是好像 好像那种什么 干啥啊 这种 对 这个啥 这个 只有在电视区 或者如果你有中国朋友 才能学到的 才能学到的 一般来说 课本里面没有啥 这个东西 这个这个 没有 比较少 因为它是非常口语 而且是北方的一个说法 就是 还有一个就是 有 我们都知道 中文有很多俗语啊 成语 如果你没有看电视剧 或者综艺节目 或者没有朋友 你不知道哪一个到底是常用的 哪一个是可以先割一遍 因为它反正没有什么人会用它 对吧 对啊 对啊 所以 这个 这个我觉得你看电视剧的时候 你 你就是看可能没有音量 你说可能爱情的剧 或者是社会的 犯罪的 你也喜欢 我听过 那个可能 比较勉强吧 我喜欢 但是我并不觉得我的水平已经达到了 能够看 很轻松的 看那些犯罪剧啊 或者行政剧啊 还是很费劲啊 那不费劲的是不是 是综艺节目 因为综艺节目 看什么样的综艺 如果是比如说 奇葩说 那可不良 我知道星星也看那个 TOKO说大会 对 如果是那个水平说 辩论 辩论那 还是有难度的 但如果是 比如说 去年我看到那个哥哥节目 披荆短期的 哥哥 那个是歌唱 有点歌唱 那个我觉得还可以 对 也不是很简单 但是还可以 在我的能力反胃内 对 那个还可以 我也觉得是 不是特别多 但是你还可以看一些 他们聊天 或者是他们去唱歌之前的 那些感想 最大的问题是 那些什么香港人们 大文区的哥哥们 经常说 那我不得不看字幕了 他们逼我阅读 对 逼你看那个字幕 对吧 对 对 那还有就是 其实如果不是这种节目 综艺节目一般 在这个屏幕上面 会有一些很小的字 就是旁边的一些小话 可能 我觉得这个会很难 我跟不上 真的老师 你对这个问题 有什么建议 还是说 是不是所有的 中文母语者 都觉得 我可以同事看 四个角度 他们其实可以的 其实很多母语者都可以 因为我们习惯看字幕 那个subtitle 所以我们其实 因为英语没有 不是 英语有字幕当然 但是都是台词 对吧 除了台词之外 一般没有这个机关 好像是吧 因为大部分都是用那个 Duckling 就是配音 很多都是用配音 他们不会有字幕 因为字幕 对他们来说 是一个很多的资讯 不是 我的意思就是 可能是有字幕 但是字幕都是台词 就是两个人 或者几个人说话的内容 但是中文 或者韩国也在 韩国中语 哇塞 除了有很多特效 特效字幕会崩出来 然后你要同事看很多 这个画面 很多字 对对对对 这个我真的跟不上 OK 我觉得这个是很高级 说实话 这个是 可能是你下一步想 看得到的事情 但是现在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不一定 不一定是因为 是那个字太快 而是说 大部分都是写音梗 所以你要知道原本的诚语 或者词语是啥 然后再找那个链接 它的意思是这个 就请写音梗 写音梗我们怎么翻译英文 应该是那个 Homonym Homophones 的那些 Jokes Homophones Inside Jokes 对 这个中文常常会有的 其实在 对 生活里面 所以你要打好基础 才能跟上那些笑话 对吧 不然就 没有 但是你想一下 学每一个语言 笑话永远是最难 最难可以理解的部分 就是到了非常高级的部分 因为 它是文化方圆 对吧 对 是文化的那个 你要知道他们的文化 找我 对对对 对 经典 然后我看法语的 其实有时候 说实话 我也不太懂 不太懂 是吗 其实我的法语 已经很好了 但是 因为我没有很了解 他们在那个年代 曾经有一个人 说过这样的话 然后我没听过 对 是历史方面的故事 对吧 传说 明白 所以你现在怎么定义 你自己的程度 就是因为你 你还没考 HSK的考试 对 我从来没考过 所以我 我不清楚 答案到底是什么水平 但是我发现 我怎么衡量自己 有没有进步 可能是 像今天这个对话 对 我到的 我能听懂 大概多少 百分之几 比以前 比如说三年前 我大概能听懂 比如说 出个例子吧 就是我 19年 对 应聘了一个 中国公司的 对 单位 那个时候 我才 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 我为什么被录取了 但是那个时候 我只听懂 百分之 四十 OK 我老板说的话 他是陕西人 然后我不知道 为什么 我为什么被录取了 但是那个时候 我只听懂 百分之四十 还不到一半 然后慢慢 现在可能 跟他 讲话 可能听懂了 百分之九十 九十多 这样 所以我 根据这个 来判断 自己的水平 自己的能力 我收到一个评论 是给你的 Norbert 他问了你一个问题 他说 你看中国电视剧 是用中文的字幕 当然是用中文 我的意思是没有英文字幕 还是你直接不同 直接不同 双语的字幕 没办法 我应付不过来 因为我反应慢 所以我 顶多就是 中文字幕 OK 但是你 他可能问你 你的阅读的速度 会不会特别快 就是看到中文字幕 马上就 就看了 就很快 如果 那个培音是普通话 没问题 我问题 就会出现 如果那个人 说的是粤语啊 或者 不同语言 比如说Netflix 有很多 外国的 作品 是的 影视作品 然后那个字幕 要是中文 但是那个配音 可能是法语 或者其他语言 那 有点费劲 但是如果 配音的语言 跟字幕 是一致的 那就很舒服 卡了一下 回来了 回来了 对 卡了一下 刚才你说一致的时候 是比较容易 对吧 比较轻松 对 除非是 哦 除非 除非是那个古装剧 古装剧还是 古装 就是那个历史的那种 对吧 对 因为有很多东西 在现代社会 上没有 所以 我很 很难想象的 比如说 如果是现代剧 就算是生死 或者没有 听过的 从来没听过的 但是我可以猜 因为这个东西 在我的身边 可能是存在的 我可以通过 想象力或者啥 但是如果是古装剧 啊 嗯 不太可能 连这个东西 可能没见过 这个概念 可能 我不知道有这个概念 对 所以我 一般我不太建议 学生看古装剧 因为 那个词汇太多了 而且现在也不一定用 所以就 先看现代剧 比较好 但是有很多古典 哎不是 经典 就是让我很纠结的部分 就是很多经典的作品 比如说 机友记啊 红楼梦 这都是我将来想 嗯 想什么 科夫吧 不是 达到的 能完成 看得很轻松 对 但是我知道 以现在的水平 可能 还不太可能 但是在编织下去 可能 我希望能 能看懂 红楼梦 所以你的目标 我觉得是很 很踏实的 就是你说 对 踏踏实实的 理解越多的 越好 但是呢 你知道你自己的限制 可能有哪些障碍 你知道你的 那个 在哪里 你的能力在哪里 这个 对 我的上限 目前 比如说我给你 出个例子 就是奇葩说 对 像这种节目 已经是我目前的 上限了 我能力的上限 对 奇葩说是一个 相对来说 我觉得是比较困难一点的 不是那么 那么直接 因为他们 你要 你在看他们的时候 也要动脑子 对 也要动脑子 你要想 因为它是一个 变 它是一个 debate show 所以 所以不是单纯的 讲故事 剧情 你不能 就是被动的看 你 也要参与到里面的 对话 你要 想 要支持谁 为什么支持啊 为什么不支持啊 对 这样 所以你到那个地步 点 不知道怎么 可能是他们 平静 七吧 他们不知道怎么 往前做 我觉得 要踏踏实实的 坚持做一件事情 就是我不是每次都在看自己喜欢的东西 只有60%是这样 但是40%我会看一些自己认为有基础吧 就是我并不觉得很有意思 比如说西游记 如果是英语的话 我可能不会看那种类型的东西 因为我不太喜欢那种 但是我觉得这个对我对中国 我觉得中国文化的全面的了解 对 很重要 这个西游记啊 对 对 要全面的 因为你有很多成语啊 很多故事都是来自 对 这个经典 然后你 你不要怕 这个什么 你不要走捷径 踏踏实实的 重复做一件事情 然后 对 一专年 你就会觉得 我已经达到了HSK4 或者5 但是去年我 连这个我 我都不知道 所以还是要 要踏实做人 然后 这里有一个问题给你 不是给你 也是一个评语了 就是这个Rom 他说 古葬剧的时候 母语者也常常用字母 对的 我其实我也很懒 就是我听那些字 我可能 这个可以 这个合理 我觉得 因为一些台词嘛 可以 但是我 我不是讨厌 就是我讨厌自己 不是讨厌他们 因为讨厌自己 为什么跟不上 那个特效啊 啊 OK 所以你觉得不是 对 不是那个问题 不是字母的问题 对 就是你自己的 理解的 那个 跟不跟得上的问题 对 我讨厌自己 那你觉得 在学习的时候 你有没有特别 讨厌自己 然后要放弃的 那个状态 因为很多人 都会这样的 就是说 我怎么没办法 做到这个事情呢 对 我觉得吧 在学习语言 虽然韧性这个词 一般来说是贬义词 对吧 韧性 固执 但是在语言学习 可能是一个 不好意思 啊 OK 因为我在北京的时候 对 我在北京的时候 我记得有一个同学 我比较尊敬的同学 他说 他打算 那个学期 马上就结束了 我问他 我们彼此 就是在聊天啊 你打算 以后还 继续学习吗 就是 我问 我问下彼此的打算 对中文 他说啊 我觉得 就算我坚持二十年 三十年 我也没办法学好中文 他说这是科学 他说 他说的都是 有意识 科学依据的 然后我 可能比较 可能是傻吧 或者单纯 我说啊 那你为什么来这里啊 那浪费了一年 啥的 他说 反正科学说 不可能的 就是给自己说 这个是完全不可能的 mission impossible 然后你就 他说 他说 他是这样说 科学 科学 什么研究 证明 表明 是这样的 我觉得有道理 但是我 可能是我固执 任性 但是在学习 理员的能力 变成了一个好事 应该说 在这个固执 在这个里面 你应该变成是一个坚持 坚持是好的 所以你是坚持下去 然后 我也不知道 我为什么坚持 这个这个是好问题 可能是远分吧 就是好像 其他人 比如说谈恋爱啊 明明这个人 就是作为外 怎么说 第三者 来看 对吧 明明这个人 你的对象很垃圾啊 什么都不是 角色 但是 为什么还在一起 为什么坚持 可是他们有自己的理由 他们也 可能是不合理 但是他们心里很清楚 他们知道 他们开心 他们觉得 只 就可以了 所以语言也是 一长缘分 对 就是 以至于我现在 已经开始学德语了 对 那你现在学这个新的语言 对 我不知道 会不会是什么样的 跟中文是一样的体验 还是怎么样 因为 德语跟中文完全不一样 对 而且我对德语 有所知吧 完全没有背景 OK 什么都不知道 对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新的挑战 一个新的旅程 对 就是你要 从中文 然后跳到一个新的语言 然后你说 我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 但是我现在 我尝试一下 我去努力一下 因为我真的 通过中文的学习 感到 生活 生活很止 我不知道 这不是有点夸张 但是这是我心里话 我通过中文 得到了很多机会啊 要么是工作 也好 朋友 要么是个人生活 对 也好 所以我才决定在学习第二个语言 可能会获得更多的东西 然后 这个你会不会觉得 如果今天有一个人 他是华人 无论是在菲律宾 在印尼 或者是其他国家 你觉得 如果他年纪还小 然后他可能跟你说 我不会中文 那你 你会有什么东西 有什么话 可以跟他说呢 会怎么样去 这种情况 就是我自己的判断啊 有可能的 时间越长 会越少 因为中国现在越来越强大 但是之前可能我们的年代 九零后啊 零零后 可能这些人 可能还会有这种人 但是我 如果遇到这种人 我觉得我又没有权利 说他什么 因为这个是个人的缘分 对吧 对 但是可能 如果你 就是 或者是你回头对自己看 就是看自己的那个时候 你会不会觉得 越早学 可能会越好呢 就是如果可以选择 再选择一次 怎么说呢 我是觉得吧 因为我有很多 心里有很多 感觉 浪费了时间 或者浪费了好时光 才会有那么强的动力 就是 如果一开始就有了 那你就不会 那么的 珍惜它 好像是去了 才会珍惜 或者 没有珍惜过 所以现在 很来得及 你就会 努努力 赶时间 就好 我觉得这个是 每个人的体会不一样 就是你现在说 因为有以前的经历 就是 没有好好学习 然后你去了北京 才会有那么深刻的体会 现在就是很努力的 去学习 那这个经历 其实我觉得 如果也不是 没好好学习 可能是没有遇到过 一个师傅 或者 因为任何一个东西 就要 就是要一个 关键的人 来 唤醒你 对某个东西 事情的 兴趣 那我觉得 我没有 没有 没有那么幸运 就很晚 才 才有了这个东西 对吧 你还年轻了 然后 如果 遇到了那种人 我可能不会 迫使他 说 你要学 但是 我一定要说 不管你是 你在哪里长大 你还是华人 你要先 学会 爱自己 爱自己的辈子 就算中 或者中国 不是那么强大 那还是你的背景 对吧 你父母 或者爷爷奶奶 老老爷爷 都是来自那个地方 那 你可以欣赏 别的国家 的成就 是你也要 爱自己 这就是最根本 最基本 的 我想 分享给大家吧 对 我觉得这个是很有用 其他东西 但是你首先 不要否定 自己的背景 对吧 自己文化 没错 没错 所以我们今天听了那么 黄一说了那么多的 关于他学习中文 然后去北京 然后到他学习的方法 也算是一个 就是开心的方法 然后我觉得 他是一个挺好的榜样 因为我遇到他的时候 他还是很 刚开始还是有点迷茫吧 就是不知道 很迷茫吗 我觉得有一点 有一点 你感觉有点慌张 然后呢 说哎 我这个不好 那个不好 但是后来 我觉得你 其实是自己 找到自己的方向 就是我 我能给你的 我觉得也不是那么多 就是我 我看到你自己的成长 所以这个是好的 到现在 你的中文 我真的觉得没有退步 就是越来越好了 所以这个是很 很厉害 没有吗 我希望我明年 就有个大学会录取我 因为我想读研 对吧 对 中国读研 去中国读研 那希望你的愿望成真 然后中国也 谢谢 可以很快的开放 那我们今天 我没有看到其他的问题 但是如果你们看了直播 然后你说 我有一些事情 想问一下黄一 或者是问一下我的话 你可以留言告诉我们 我们会回来看的 所以要就是林老师啊 订阅关注啊 你要记得 然后如果 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其实我还会继续 邀请其他学中文的人 然后下个礼拜 是加拿大的华人 也是华人 所以大家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去听一下 OK 那今天先谢谢黄一 好好休息 然后我们有机会 下一次见 OK 好的 谢谢大家 拜拜 谢谢 拜拜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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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